什么方法 反正你要是能够解决问题 这是很重要的关键 好 画面借我用一下 好 做完这件事情之后呢 那请问一下 你稍微注意哦 这个档案里面 这个档案里面有看到吗 这个性别 人口数年龄 你看年龄 跟这个年龄就差在 差在什么 这个税 对不对 这个税 所以我必须要把 这个档案的税 整个都拿掉 这个档案的税都拿掉 好 就先不做那个最简单的合并 我们至少 你也会把2014的这些资料 复制贴到别的地方去 贴到这个档案的下面 对不对 好了 可是不管怎么样 请把这里面的税给拿掉 建议你如果要修改这个内容 当然就是直接到这里面来去改 所以刚刚这个地方同学讲的还真的必须要拿掉 否则的话你在合并的时候是会产生很奇怪的事 所以请把税 取代掉 那它是文字还是数字 我们就把它改成整数好了 好了就可以关闭 因为是为了配合这边这个档案 所有的档案你都要一致 你都要一致 它之所以会靠右对齐 就是因为它是数字 就是因为它是数字 然后接下来 这个 这个 new people快速点两下 接下来取代 请把税拿掉 所有的文字改成整数 可惜我们做完这件事情 还是不能合并 还是不能合并 主要就是因为 因为类型的差异 不过你去看一下 这个 这个档案 性别 有看到吗 前面没有东西 这个档案 在性别 前面 有空白 听得懂我在讲什么吗 内容没有空白 就是 栏位名称有空白 这个档案呢 性别 它没有空白 那人口数呢 也没有空白 年龄 好 我只是要告诉你 连栏位名称都要一致 可是 要做到这件事情 实在是太浪费时间了 我想要进展到婚姻这件事 所以 我就 不请你们动手去做 等一下我们就用最基本的一个做法 就是 复制范围 然后贴上去就好了 好 请你们现在先把这个年龄改一下 就是2014年Y 年龄 还有2015到2020Y的年龄去做修改 嗯 感谢观看